中国海军最低调的部队,三述潜艇部队,就以核潜艇部队最为低调,至今有关其新闻报道都非常有限,我们甚至不知道中国到底有多少艘核潜艇,更别说性能如何。 但是在近期,中国军型核潜艇,093B型的情况陆续公开曝光,尤其是在近期的新闻报道中,它竟然给出清晰的画面,展示显为人知的一面,让人们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。 093B,093型被我军第二代攻击型核潜艇,093B型则为最近的改进型号,此前只有几张不算清晰的照片。 如今却是高厅新加视频,最近曝光的093B和潜艇,让人们有不小的先发现。 其中,清晰被过略有变化,虽说同时展示的二搜艇,依然有所差别,但是都可以表明其可能装有吹罢系统,同时还可以发现在两侧装有多显战声纳。 这可不小的进步,技术水平不低了。 在结合以前的照片,我们大体可以发现,至少自重不同特点的093B型艇。 这说明这款和前景,实际依然处于不断改进中,每搜还要有改进,每一次小改进都是一个进步,这算我们小步快跑原额的体现。 这说明我们从没有停步过,在不断改进中,向世界先进水平前进。 093B也第一次曝光了亭体内部,也许由于保密的原因,只拍摄了很少一部分东西,但是也让人们有了全新的认识。 机体内空间没有想象的遐想,宽松多了,各类设备依然不少,但是整洁的问题,各类贯线依然不少。 但是从分布上说,与老式常规潜艇有很大不同,连色调都有变化,以前的旧印象消失了。 我们更可以从武器舱架上发现几款武器,据说其中之一,可能微英纪18的潜射反舰导弹,或者有传说中的宇宙行鱼雷等。 可惜无从考证,常用实用093B型在几年前才曝光,如今却公开了许多细节,一方面证明这是一款非常好的潜艇,我们没有被别人甩掉。 另一方面,也表明它已经开始简秘,那么按我军的传统,或许表明国产第四代和潜艇,至少已开工,预示095型将登场了。 鱼雷发射管,我军的装备往往只有在完全成熟或者有更新产品的条件下,才会陆续公开。 093的下一代,095型早已有消息传出,也许正在加快进度,第一代091只是解决由于无,第二代093只是过渡,第三代095才是挑战,能否全面赶上美军? 这也许才是我们最期待的事情了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